好,各位有袁善信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卵阴天机林奇秀 线上读书会的时间了 时间过得很快 5月15号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宣布三级警戒 到今天6月8号 其实算一算已经过了20天 那现在又延长到6月28号 所以也就是说还有20天的意思 那让我们来想一想看 现在遇到三级警戒 大家都没有办法每周固定去服软 也没有办法听到我们三界高增 非常及时应时应激又应运的软机教化 礼拜天也不能来行宫了愿 那这一段时间 我们的生活其实起了很大很大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身体被迫只能安在家中 只能安在家中 那请问我们的这一颗心呢 我们的这一颗心是跟着安在家中 还是说飞来飞去 那我们这一颗心是充满恐惧的 害怕的 还是觉得很惊慌 甚至可能觉得很无聊 有很多的不便 还有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抱怨 那后学要提醒大家 所有属于这些恐惧害怕 惊慌的抱怨的 这些都是负面的能量 这些会伤我们的身体 也会伤我们的心 所以大家可能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说比疫苗更重要的是 我们身心灵的平衡和谐 这个才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那我们能不能很清楚的看到 这一颗心的起起动动 起起面面呢 那佛家说一念三千 一念三千其实就是一个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间 其实已经有含了三千诸法 就一心一念就三千 就跑到地狱 跑到天堂 跑到六道轮回 跑到阿修罗 跑到仁天去了 跑到僧文 跑到圆觉 跑到菩萨去了 那僧文圆觉 我们上次在继佛恩师的那一集 有特别跟大家提过 那其实在越是艰难 越危急的时刻呢 越容易让我们观察到自己的起心动念 跟内在的状态 那我们可不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想一想看 这一场比第三次世界大战 还可怕的是瘟疫的战争 到现在今天6月8号 全球1.74亿人染疫 374万人死亡 那台湾也快1万2人染疫 300多人死亡了 那尤其是这20天快速的飙升 那我们可以想想看 在同来仙岛的这一个地方 老天爷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那他希望我们从这一场 堪称比世界大战更厉害的 瘟疫的战争之中 他要让我们观察到 哪一些事情 观察到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 人定真的是圣天吗 还是说我们人从很多的事件里面 我们不断的要反省 不断的要学习谦卑 所以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 那也在不断的在问我们自己说 我们能不能安静的 很静定的安坐在家中 我们能不能安静这一颗心圆 异马的心 那5月23号我们录第一集 其心无我如如自在 这是南平道际古佛恩师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说 人有偏有直 偏是有失不正 然后这是自己的心都已经死了 那直是有悬念有顾我 那这是轮回之根 而且也会在我们的八四田中 记下很多很多很多笔的账 然后跟着又带着去轮回 去投胎去轮回 那5月29号的第二集 我们是文恒圣地 文恒圣地观恩师 人理浩然 存善行迁 那观恩师一开始就点出 天地人的关系 他说天开日月 人伦其修 那他告诉我们 颜徽夫子的事物 那后学说 这是颜徽夫子 开给大家的事物汤 那每个事物汤喝下去 每一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 滋补的地方也不一样 那关键的就是那个克己复礼 克己的功夫是我们每一个人 一辈子都要自我锻炼努力的 那也提到说圣民理学 特别讲到圣人不说破 其实如何克己复礼呢 就是身体力行而已 那今天6月8号第三集 我们来谈一谈 修心恋性专器自柔 修心恋性专器自柔 那这一篇是我们九天学母娘娘恩师的轮训 那主要是在告诉我们如何修心恋性 如何让我们的身心可以像婴儿一样 因为上回说到修心恋性 那也说到上善若水 那我们都知道老子最喜欢用水 用婴儿来讲柔弱 柔软柔弱 柔弱圣刚强的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修心恋性专器自柔 一开始先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融合了两篇九天学母娘娘的轮训 一个是修院杂志145期的18月到19月 另外一期是修院杂志139期的21到22 因为这两篇可以有相当程度的连结 所以后学把这两篇结合在一起一起来讲 那一开始就讲到说 三起末运 天灾地变 征战残杀 血流成河 瘟疫怪己 森林涂炭 那这个过程里面 群衣真的已经束手无策了 而且科技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跟到 我们现在整天在谈疫苗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的这一批疫苗 其实它是用最开始的那个新冠肺炎去研发的 那到目前又变种了变种了这么多次 其实它的效果是是是有限的是有限的 所以最关键的还是怎样 还是要把我们的免疫力 身体的免疫力全部提升起来 那最近这20天台湾真的很辛苦 有太多 我们看到太多的染疫者 确诊染疫者 他孤独的在负压隔离病房里面 孤独的死在医院 因为因为怕染疫嘛 而且这样的人其实亲人多数都在狂烈的状态 所以亲人也不能在旁边 那一确诊染疫死亡的 他一定就是马上活化处理 马上活化处理 那有一些更惨 直接在家里就就走了 而且还不确定到底他是不是因为染疫的原因走的 所以这阵子走掉的人真的是很辛苦 那即使不是染疫走掉的 家计工计也都没有办法 因为有群聚的问题 所以他们变成说要非常的孤独 走完最后的这一层 所以在你知道吗 当我们人类遇到这个瘟疫这么的奇怪 然后完全无法去预料他到底病毒在哪里的时候 其实是很辛苦的 其实是很辛苦的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死伤跟整个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 那这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因为政府官员我们每天开记者会 每天告诉大家说不要移动 不要怎么样 可是人有时候会管不住自己 那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那他跟一群人的习气有关系 那每个人的习气 每个人的主张 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 所以他就会变成这一些在那边 揪来揪去很纠缠 然后问题也很棘手 也很难处理 那真的人真的是不容易 没有水的时候是旱灾 那有水的时候呢 求到水了 结果又好不容易打雷降雨了 结果又变成淹水灾 所以这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那到底这个半风 目前这个半风尘尽量减少移动的状态呢 到底这一场人跟病毒的处在一种胶着的状态 到底上天要透过这个灾结 要人类反省体悟什么功课呢 那这个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去反省的 去思考的 那这边特别提到上次有讲到官司说 金银如银 凡事如云 富贵虚患 难存贪子 其实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都很努力 要民 要钱 要权 那但是一旦到最后生病的时候 是没有人可以帮我们生病的 你有再多的钱 你也很难患得健康 所以如果说越早能够体悟到说 金银如烟 凡事如云的话 可能富贵都是一场虚幻的 那这样可能会比较早容易看得开 看得开是什么 其实人生一世就是个甲体而已 那这个甲体就是地水火风的组合 四大甲合 那四大甲合无论你几岁了 你活到90岁 100岁 人类120岁 你还是四大甲合还是会毁坏 还是会崩坏的 那到最后崩坏就是 送火化炉 烈火一烧 灰风渺空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过这一个遭遇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过这个遭遇 所以这边提到瘟疫怪籍 生灵涂炭 那当大家群衣都束手无策 科技也无用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好像才会想到说 那是不是有个无形的力量 有天 有神 有个无形的力量 在我们天地人之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那这个无形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 然后这一张图片其实就是 前一阵子的 印度的瘟疫海啸 印度的瘟疫也算是另类的海啸 他的全国的火葬场其实已经不够用了 其实已经不够用了 那到最后其实很辛苦 很辛苦 因为很多人找不到火葬场 为什么不只是火化炉不够 还有那个柴火也不够 所以很多很多很多很气惨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断的在看 看待什么叫人间炼狱 那这一边右边这个更惨 因为整个印度的医疗体系都崩坏了 那崩坏之后呢 火葬场其实不够用 那有有柴火不够的问题 有排不到队的问题 有经济因素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把遗体直接丢到河里面去 所以我们说恒河 恒河这一条河 恒河这一条河 它是不是所谓的众生之河 还是业力之河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体会 因为它是佛陀曾经在那里开悟的地方 那现在变成这个尸体漂流 也漂 这实在是很惨不忍睹的 那左边这一张是路透社的照片 我们是在电子火化炉 他们是露天的 他们是露天的 那整个医疗 氧气 病床 药物都严重的不足 那这个是印度的状况 那曾几何时 我们才在看印度 我们才在看印度而已 没多久 马上换成台湾 这个是台湾 台湾现在你能想象这么热的天 这一些医疗人员 他们全部每天全副武装 冒着可能被染疫的危险 然后一天十几个小时 很难脱下来 因为脱下来就很麻烦 所以忍着不喝水 不吃饭 不上厕所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全副武装 胆战心惊 那天这么的热 心情是更沉重的 那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人性的美好 但是我们也看到人性的 很恶劣的一个部分 前一阵子不是有人确诊之后 杀伤了护理人员吗 那这个真的是 人性里面恶劣的部分 他没有去感谢这些照顾他 冒着生命危险照顾他的人 所以这个都是 在灾难危机的时候 尤其是在命悬一丝的时候 这些问题都会出来 所以我们娘娘告诉我们说 此生若患一切为空 如果身体有患了 有大患了 有病痛了 有遇到这么大的生命的威胁了 其实我不管我们手里握着多少东西 最后他都是空的 他都是空的 那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 及早有这个醒悟 那娘娘说 九天玄母娘娘说 此生若安一切何求 倒过来 如果很安事的话 心很安的话 心安就理得 心很安的话 那一切何求 其实人终其一生一辈子 不就是在求心安理得这件事情吗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接着呢 娘娘就讲到说 现在的这些红祸 并不是老天也不慈悲 也不是三界高增不黏敏众生 实在是因为怎样 因为人心已经带上了 人心已经坏到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个叫做制作念不可换 因为人心的欲望 人心的贪求 人心的高张 人心的贪生 怕死 当然贪生怕死是每个人都会的 但是每个人都有的 但是过度的 过度的欲望的追求 竹民夺利 这个都会引发 冰险就是战争 引发争端 战争 然后山崩 水溢 山会崩 水会冒出来 前一阵子 去年的那个水灾多到不行 然后今年是旱灾 没有水 那还有那个黄害跟地益 那这个蝗虫 蝗虫以大军以过 我们的农作物就全部没了 那最可怕的是这个蚊疫 所以整个造成死伤非常非常惨重 那生命涂炭 你看右边这个 是我们新冠肺炎的病毒的样子 那后来有人发现 其实早在那个外星人的麦田圈里面 他们就已经警告人类了 如果你们没有好好做的话 其实你们以后会遇到这种病毒 那是后来他们去比对出来说 天哪 原来不是老天爷不慈悲 早就透过外星人 透过另外一个空间的人来告诉我们说 其实人类已经走到一个尽头了 已经坏到一个尽头了 人类如果可以知道调整的话 路就会不一样 那这一阵子真的是很辛苦 真的是很辛苦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人类好像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就是人类好像永远是健忘的 而且永远学不会教训 永远学不会说来自上天会给我们一些提醒 永远来学不会自作孽不可活的这种教训 所以有很多感同身受的伤痛痛楚 好像都永远得了很厚的一层 你看我举例来或许举例来说 这一阵子疫情升温 大家都在关注疫情的确诊 每天确诊多少死亡人数多少 病床已经有多少了 医护的能量够不够这些问题 那这时候请问局外人 所谓的局外人就是比如说太鲁阁出轨 那个时候的种种的伤痛 所谓的局外人就是除了那些死亡的 至亲的家人以外谁还会特别 警醒太鲁阁出轨的那些事情 他又变成是那个时空的一个 一个什么一个新闻事件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很健忘 我们看到别人的悲惨故事 好像永远隔一层 无法累推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就无法警醒 无法警醒 无法警醒说 有一天如果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有没有准备好 我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我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来面对这些生命的无常 遇到的时候可能都是惊慌失措的 没有多少人是可以很静定 很沉着的去面对他 那这个就是一个心理的 心理的意志力的问题了 心理的意志力 心理的素质的问题了 接着提到说 人心猖狂乱道败德 为什么 这些瘟疫 这些兵 兵险这些战争 这些水火的问题 这些山崩的问题 都是因为人心的惨狂 人心的败德 乱道败德 没有人以 轮场整个都废了 整个都废了 五轮也都和在一起 所以这些业障之气 它是随即而累 就是12年 12年一季来累积的 那每天我们人类的所有的 日夜由神通报三界 我们人类所有的所作所为 全部都会记录起来 就是上次 后学特别提到的 那个夜市的那个账本 日夜由神都会记录的清清楚楚 那当人类集体的 集体的 伦常私费的时候 其实天理难容 所以这边就特别提到说 你知道吗 我们说 杜福的诗里面说 风火连三月 加苏底万金 那个风火连天就叫做结 我们常说灾结连连 那这一年真的就是灾结年年 瘟疫延烧的一年 其实已经一年七个月了 从2019年11月到现在已经一年七个月了 一年七个月造成374万人全球的死亡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 所以我们说灾结连连 瘟疫延烧结就是风火连三月一直在打仗的 那个是那个叫做结 那水火不调的问题呢 就是灾 所以我们说水灾火灾 森林大火有没有 或是水灾旱灾 这个所谓的水火不调的问题都叫灾 那疫呢 瘟疫毅力 这个是都是因果气数的问题 都是累结以来 所有的人类的因因果果所造的业力的累积的总和 那上天呢 依照季节 依照睡次 依照不同的程度 给予不同的瘟疫 那我们以前比较常听到的是 禽流感啊 猪瘟啊 牛瘟啊 那这一次直接在人的身上发生 这一次直接在人的身上发生 所以想起来也蛮感慨的 从动物然后到人 那之前有特别提到说 等人的这一波过完之后呢 又轮到猪瘟跟牛瘟 所以这个灾难一直没有少 这个瘟疫一直不断的在轮流进行中 所以这边是我们广激人王菩萨 我们广激人王菩萨 天下第一财神广激人王菩萨 他特别来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天理昭彰 我们常说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其实不止法网灰灰 是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所以广激人王菩萨说 天理昭彰 天网灰灰 天理昭彰 千年的因果 不是一世可以偿还得了的 是要三世 要三世的来来往往来来往往 才会慢慢的还完 那这个他告诉我们 很正式的 而且很正色的告诉我们说 人类不要无知 不要因为人类的无知而轻乎因果 因果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绝对有的 那是人不明 鸟是天地 鸟是天地 认为哪里有神 很多人很张狂 我最大 哪里有神 没有神 没有神 所以不会进天地 不会理神明 那认为古人 古人那个都是历史的史料记录而已 所以广激人王菩萨特别来告诉我们 这是千年的因果 没有那么容易就可以偿还的 那重点在告诉我们说 人类不可以无知 不可以无知而忽视因果 确实天地之间有神明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句古语是千真万确的 绝对不是讲来吓大家的 因为刚刚前面讲到日夜有神 都在记录我们的所有的起心动念 我们的所作所为 所以诸神确实是在的 那接着这边呢 我们观音师就告诉我们说 他那时候告诉我们说 有风雷电少 有旱灾有水灾 那我们的收成会有问题 我们的收成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上次提到说 观音师管卵塘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的 千里降卵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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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跑遍了各个千里降卵阴 然后不记自己的辛苦 病法斑斑 血泪点点 他就是不断的 不忍心的在告诉人类 告诉人类 告诉世人说 有哪一些状况 所以他们其实是随时在提醒的 那这边这一边就提到说 这是2020年1月的时候 讲说去年的状况 为龙牧师跟汉老 汉老交替 确实汉灾水灾 风雷电少 那官司告诉我们说 天非降诸皆有民起 不是老天爷来惩罚你们 都是人自己做的 都是人自己做的 那他一边告诉我们 是这个天律跟人心的败坏 跟人心的良好之间的一个关系 他告诉我们老天爷的所作所为 刮风下雨 水灾汗灾 这一些因素都跟 都跟人民的 人的心有关 人的心败坏 或者人的心善良 他就不一样 他一边告诉我们 然后一边又安慰我们说 其实祸福是相宜的 祸福是相宜的 那圣禁礼行 那以后还有其他的灾难 果不其然 现在2021年 这等于是一年半以前的 未灾上游 那大家不要侥幸 那唯一能做的是什么 反省目合 就是说每一个人要和睦 要和睦相处 要自我反省 那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情 不要称恨心 又跑出来了 那只有用德性 德性跟谦卑 来慢慢等候 老天也就会给我们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一个回应 也就是说 人心要苏醒 人心要向善 人要去知道说 天跟人的关系是什么 接着我们回到娘娘 娘娘告诉我们说 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了 那九天宣母娘娘 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 她非常的慈悲 因为总是有很多有缘人 总是有救度不完的众生 所以她要在末后的这个时候呢 她传道与有缘众生 那娘娘就讲到很经典的句子 就是说 人有富贵贫賤 你看很像那个曲线 高高低低 很像海浪 人有富贵贫贫贫 运有穷通受邀 有富有贵 有贫 有贫 有贱 那有穷的 有通达的 有长命的 也有夭折的 也有短命的 那就像山一样 有枯荣 有俊爱 山里面也有枯的 也有容的 也有险峻的 也有狭隘的 各种不同的可能都有 那跟河流有湾曲影致是一样的 有湾湾曲曲 有的河流很满 有的河流被堵住 那这个梁梁说 万物之象虽有不同 都是一气化之的 因为一气化 化三清 三清化无老 然后生天生地生万物 那中间的红色这四句 如果很难了解的话来 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你就可以马上了解了 我们说人生好比是海上的波浪 人生好比是海上的波浪 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有的人可能马上想到一首歌了 爱拼真贏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有时起有时乐 那这首歌它就在海上的波浪 有时起有时落 那这首歌它就在描述什么 有时起有时落 人的好运 歹运 都会照起刚来走 就是都会有它的道理在 那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三分天注定 七分可怕拼 爱拼真要赢 三分天注定 七分可怕拼 意思是说 人还是要活在人间 还是要很努力的做人下来 人可以调整自己 锻炼自己 修炼自己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叫做修行恋性 对不对 修行恋性 那知道说娘娘会传道与有缘众生 我们记住这句话 那接着呢 娘娘就提到说 那这边娘娘特别提到 其实我们都知道 天地的造化是有阴阳 一阴一阳之味道 造化而来的 那道生意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那整个这个过程里面 所以后学这几集一直在强调 我们一定要先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天地人的关系 天地人的关系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人顶天地地与天地之间 跟天地的连结 因为人来自于天 一阴一阳之味道 前道成难困道成女 这些万事万物都跟阴阳 都跟天地有关系 那所以之前我们也特别提到 一件很关键的事情 就是万法为心 万法为心 那如果我们了解万法为心的时候 娘娘说 天地万物才可以与我合一 天地与我合一 万物与我同在 所以讲到阴阳妙道 蕴含生 恋行养神 通天人 我们懂得阴阳的道理 懂得天地有正气 懂得大道无形 先天地而生 然后人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 是怎么生天生地 生万物的 人怎么受到天父地在之恩 那如果了解这些呢 人能够了解我们怎么来的 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怎么回去 我们才有机会 练行养神 通天人 好 那这个涉及到心法的问题 等一下后面会说 接着娘娘就说 阴阳大化之妙 道之称乎无一信之中 因为易经有说 亦阴阳之味道 积之者善也 成之者信也 对不对 所以 娘娘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说 每个人的自信都是明明的 心进成一 心可以很进的时候 可以很自成 手一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自信明明 什么意思 导过来 心进成一才能够返回去 自信明明 那如果心不进 不专一 很混乱 很散乱 你当然不晓得 原来我们跟天地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娘娘这边就在提到说 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心进成一 才能够恢复自信明明呢 他说 他提了一个很关键的要素 叫做专器自柔不老翁 专器自柔不老翁 那这个就提到说 道德经老子里面提到 专器自柔能如婴儿乎 我们刚刚说 老子最喜欢拿上善若水跟婴儿 来讲到柔弱 来讲到柔软跟柔弱 所以 专器自柔 能不能守住我们的先天的元气呢 也就是说 自信明明那个饱满的先天太和的元气 我们那个自然的灵明的本性 如果我们像婴儿像赤子一样 我们才能够保有那个天真柔和的本性 所以你知道吗 那个元气多重要 我们说这个人没有元气了 这个人没有元气了 我们说 我们说人死了叫做他没有气了 这个都是有道理的 因为要专器 专器就是我们 洁净我们所有的能量跟力气 我们把生命的气整个凝聚在一起 也就是说 身心灵合一 不要去闪掉的意识 不要去闪掉的意识 我们的专器可以 我们如果可以专一心思 把我们的气都凝聚住 我们道家不是有讲说 炼金化气吗 炼气化神 炼神还须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精气神整个端住 整个端住达到心气专一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会很饱满 就会像婴儿一样的柔和 就会像婴儿一样的柔和 那也就是说 自柔就是说 每一个部分都要保持一种柔软 什么意思 个性要柔软 个性要柔软 心性要柔软 脾气要柔软 所以你看我们在讲说我们小草 小草生气勃勃的时候 是不是绿油有的 它很柔软 对不对 可是你看到秋天的时候 如果它已经整个干枯了 它是不是就变得很坚硬 那人的动脉也是一样 人的动脉都要应该是很柔软的 然后血液像水管一样是很通畅的 那这时候身体就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动脉堵塞呢 动脉堵塞是不是就要开那个什么 装那个心脏支架 那肝脏也是一样 肝脏应该是柔软的 可是我们如果听到肝硬化 是不是就是有问题了 所以为什么讲说自柔这么的重要 因为每一个部分都要柔软 从我们的脾气 心性 我们都要锻炼到很柔软 所以老子非常喜欢拿水跟婴儿来讲柔软 那我们从婴儿这里学到什么呢 老子常说寒德之后比于赤子 那我们为什么寒德之后比于赤子 那为什么孟子又说 大人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也 其实都赤子婴儿都指向这个柔软 只向这个原来的元气十足 精气神端住的这一个柔软 那这个柔软非常的重要 所以钻气自柔都要在一种 非常自然的状态之下进行 所以老子的这个意思不是说 我们每个人要回去做婴儿 而是像婴儿一样的那么的纯真 那么的质朴 那么的气血充足 那么的形神像河 那么的活泼自然 那人可以复归于婴儿的时候 他的气才能柔而不刚 他才能够钻气自柔 才能够柔而不刚 他的气才能够很润 很让人家觉得很润泽 而不是一种火气 一种燥热的感觉 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说河气 钻气自柔 那个合 那个合气自想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柔的话 可以尽量让自己柔和的话 那个合气自想 就会在我们的周边 所以我们周边的气 就是一种很顺畅的 那这个是娘娘提到说 钻气自柔 不老翁 好 那接着呢 这边提到说 那为什么 马上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像婴儿一样 那样的元气饱满 那样的精气神 都是非常的足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杂气太多 什么叫做杂气太多呢 杂气太多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很博杂 我们的气是博杂的 是散乱的 是整个纠成一团的 所以这边提到说 杂气多 什么造成杂气呢 就是我们非常的急躁 我们不够谦虚 我们常常愤愤不平 我们常常有很多 看到很多事情 我们就愤愤不平 就跳起来了 我们常常会有比较 会有分别心 那这一些急躁 不逊 不谦卑 愤愤不平 比较分别 它都会变成我们的 博杂之气 那这些博杂之气会怎么样呢 会内食道根 外败肉身 好 你记得吗 刚后学是不是有提到说 在这个 在这个瘟疫 这个新冠肺炎最严重的 这个严重的时刻呢 我们的 肢体的 自己身心灵的 平衡跟和谐 这个多么的重要 那恩师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有这一些杂气 常常比较分别 常常愤愤不平 其实那个能量是很低 很低很低的 那这时候 内食道根 我们整个内在的心性 其实道根 其实会摇摇欲坠 会腐朽 那外呢 外败肉身 所以你的色身的 色身的 那个坏 五上六腑的 坏 就很容易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是讲 心肝脾肺肾 跟忧啊 跟思啊 什么伤心啊 伤心 生气 伤肝啊 这些都 都是有关联的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 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就要怎样 避免我们的杂气 我们就要避免 我们的杂气 所以这边提到说 什么样可以让 温神退避三色呢 真火自信光 好 这里讲到非常重要的关键了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最强的自信的免疫体 那这个自信的免疫体呢 如果我们可以锻炼出内在有一把真火 有一把自信的真火 它可以照亮我们自信的光的时候 温神其实会退避三色 所以那这个光怎么来呢 这个光 恩师告诉我们说 这个光 这个光是要从德性里面去锻炼出来的 所以如果藏宝综合之气的时候 才会有德光 才会有德光 那这个德光呢 会让你很 很舒服 因为内文明而外柔顺 这个叫做综合之气 有时候我们常看到很多人气急败坏 尤其是现在名嘴这么的多 讯息这么的多 每天不断的 我们很像一个侦叉包 每天不断的 我们想想看 每天不断的有很多讯息 一直一直飞过来 LINE也好 FB也好 Email也好 各种不同的讯息 它就飞过来 那飞过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先让自己有个绝缘体 先保护一下说 哪一些讯息我要看一下 哪些讯息我连看都不要看 我就掠过去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 自我的一个保护体 要不然这么多的东西 真的很难 很难保住我们的 很难让我们没有杂气 意思就是说 它很容易就 我们很容易就受影响了 所以在这个自我保护的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真的要有一些选择 跟判断能力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 真火之心光 练我们的德光 那德光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 从中和之气而来 起心动念在一个合一的状态 在一个合一的状态 所以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之中 发而皆中解 未之合 在一个一个合一的状态里面 才能够让我们的德光 慢慢的酝酿出来 让我们的德光慢慢的 从小光慢慢的发出来 变成我们内在的一把真火 所以这里都是在提到说 如果心都闪掉了 心都闪掉了 信也一定是闪的 那神一定不在 所以叩叩叩 精气神 神在家吗 你的神在家吗 不在家 神就是你的精气神 你自己在家吗 不在家 所以我们说心思走肉很多 我们说形容枯搞 因为他的心都不在 他整天是散乱的 那所以娘娘恩师就问我们说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乱世的时候 我们要天下逆缘之已到 因为这是娘娘在教徒了 他说大家都知道啊 天下逆缘之已到 那他马上问大家说 好你们都会说 天下逆缘之已到 那请问你们 你有道气吗 你有道气吗 在这个天灾这么多 灾结这么多的 的时候人心已经败坏到 一个人心败坏到 真的有时候是情受不辱 我们现在看到逆缘乱 乱伦的很多 然后杀人的也很多 那这个人心已经败坏到 这个程度了 已经没有道可 没有道 没有意可 可说了 那这时候 如果你们这娘娘交弟子 你们都说天下逆缘之已到 那马上问你 那请问你有道气吗 如果你没有道气 你没有德光 你自己杂气 邪气满身 那不止你的身体不好 五脏六腑都不好 你也会内食道根 外败肉身内食道根 那你内在没有那一把 德性之光的火 请问你到底要怎么 怎么帮助天下逆缘之已到 你拿什么 所以娘娘说 你们的心都散乱了 那告诉你们心法 娘娘的忧心 告诉你们心法 你们也早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如果你们都这样的话 心也不尽 信也不灵 神都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形容枯架 那你们就不要说 你们是我的门下 这是娘娘很忧心的告诉大家的 接着娘娘就提到说 好 因为娘娘在教徒儿 娘娘就提到说以前 因为我们的九天玄母娘娘是三一命相谱的祖师爷 她是三一命相谱的祖师爷 因为上一集后学的补充有说到说 宣言皇帝那个时候次有作乱 所以九天玄母娘娘在受神福给皇帝 然后让她打败持有 打败持有平定天下 统一天下 所以皇帝后来就封娘娘为伯师 对不对 好 娘娘就是我们皇帝的伯师 那娘娘给她的那个神福呢 其实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 一个秘籍 那后来我们江太公 江太公在昆仑山修道的时候 她得到这个秘籍 那她因为这个秘籍呢 她帮助五王发奏 让周朝有八百多年的国座 那到战国的时候又传到鬼谷子 鬼谷子就是王残老祖的手上 那王残老祖有几个非常有名的学生 我们一定在历史课本里面读过他们 苏秦张仪读过吧 孙并旁娟知道吧 孙并旁娟是戏曲里面 最喜欢拿他们来的故事来说的 那每个徒委因为得到鬼谷子的教授 这个其实就是从娘娘那里传过来的 那每个人都是当时很有名的讲材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必须注意的就是 以孙并跟旁娟为例 我们寡虞相提就是孙并一榜官有没有 它就有那个孙并跟旁娟 孙并跟旁娟的故事 那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来讨论了 因为娘娘这边提到 如果没有大道再生的话 三一命相符五数都是空的 为什么 这里涉及到讨论一个问题就是 虽然都有术三一命相符很厉害在身上 如果心性不一样 心术不正 其实他们的下场也不同 那以孙并跟旁娟这一对师兄弟 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 也是结拜为兄弟的 可是后来旁娟变成是一个大反派 因为旁娟他嫉妒孙并的才能 他非常嫉妒 为什么师父把孙子兵法传给孙并 所以他旁娟后来就设计 让孙并的膝盖被 就脚被砍断 脚断了脚不能走路 然后脸上还赤字 就像我们先脸上赤字 就是对他一个很严重的羞辱 那希望他 反正他就是嫉妒他 故意陷害他 结果后来孙并忍辱负重逃出去的时候 他变成齐国的军师 那齐国跟孙并这边卫国 他们就打仗 那孙并其实是胸有成竹 他知道这个旁娟的心性个性的问题 所以他埋在马林的那边 他埋伏在马林 他用了一些计策 不要忘了 那个孙子兵法 他用了一些计策 让旁娟 让旁娟众计 那旁娟众计的时候呢 他孙并让人在一棵大树上写着 旁娟死于此树之下 那所有的弓箭手全部都准备 等旁娟一来 成圣追起一来 因为孙并死炸 等旁娟成圣追起过来 准备万箭穿心 那旁娟一过来之后 发现树上有字 结果一看不得了了 原来他中了孙并的计 所以他不愿意被万箭穿心 他就拔箭自吻了 拔箭自吻了 那拔箭自吻之后 留下一句名言给孙并 他说遂成树子之名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就自闻而死了 我拔箭自杀了 那成就了你这个归儿子归孙子的名声 那这个是孙并跟旁娟的故事 那其实关键在讲什么 在讲这两个人 树跟道的问题 也就是说心情如果不正的时候 有树在身上 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后来到张良的时候 他从黄石公老人那边 得到那个秘籍 得到那个秘籍 他不是去试水下帮他穿鞋子 然后来通过黄石公老人的考验 传了兵书给他 那张良因为这样子帮助汉朝 兴盛了四百年 那传说中 到三国的时候 这个又跑到诸葛亮手中了 那诸葛亮帮刘备夺得三分天下 那后面就是一路传 那包括到后来有讲到说 就是到刘伯温的时候 他也有得到 所以他帮助我们朱元璋打下大明德江山 那这些过程里面就说 中间的那个流传的过程 就是主要是后来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流派 所以才分为三一命相谱 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默契 就是说不传无德无缘心术不正的人 为什么 因为心术不正的人就像旁娟 心术不正的人得到这个 他其实是会害人的 所以在这个后来分成三一命相谱 那其实所有后世的洗法之人 都知道说三一命相谱的总主事业是谁 就是我们九天玄母娘娘 所以后世洗法之人都说 九天玄母娘娘是三一命相谱的主事业 也是万法教主 也是万法教主 所以这边娘娘就特别提到说 这个三一命相谱 如果你没有道的话 即使你只有素 你没有大道在身的时候 三不成三 一不得生 命也渺茫 相自离行 普无神灵 所以这边在提到说 道跟素的问题 道跟素的问题 所以娘娘在教弟子说 那你们修道洗法 你们有没有练习养神 你们的心有没有跟天相应 你们的神有没有跟灵合 这个有点难度 因为是娘娘在教弟子 那如果没有办法天人合一的时候 娘娘告诉我们 如果你们的武术是无神的 你没有练行养神 你的灵没有跟神 神没有跟原来的亲近的本灵合在一起 你的心没有办法跟天心相应的时候 请问你们这些弟子们 娘娘在教弟子 你怎么去化事 怎么去救度人民 也就是说 你要驱动那个蒸汽 你才有办法 你要让你的性灵都 你要让你的性灵 这个有点难度 就是娘娘在教弟子 总而言之 他在讲说 如果你要专一的 可以让你身上的素 有一点点的有作用的时候 你一定是要大道在身 你不能心树不振 你要神灵合一 你要天人合一 你要心跟天相应 你才有办法去 去以这个树来化事来救命 那接着这边 一样我就提到说 三一命相符 那我们都知道说 有的人一生追求树 就是树很厉害 一生追求树之用 但是一生追求树之用 就是说每树都追求到极致 但是呢 如果没有大道的玄妙 在身的时候 它的树再怎么经妙 其实都有限 那娘娘这边特别提到说 一定要有大道在身 要知道道的玄妙 所以刚刚前面提到娘娘 来传道给有缘人 这个道这个心法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没有的时候呢 你的树再怎么专精 其实就是有限 就是有限 那有关于三一命相符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后学就不特别解释了 以后有空的时候再跟大家说 那简单来说就说 你可以说三是那个地理风水 勘雨 那一的话一者 一是一 主要是要调育人体的阴阳的 一要有办法知道人体的阴阳 那我们常说人心人数 人心人数 也就是说良意要怎样 良意要有办法是人心人数的 它的仁慈的心跟天是要相合的 它要有医术也要有医德 好这边都在提这些概念 那如果没有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很危险 那三一命相符 以后我们再慢慢来说 因为太多了 那命就是 子微斗数 小心一点 命就是那个子微斗数 八字的这些问题 那我们说落土八字命 那你如果知道说 有前世的因果的问题 命的好坏 其实跟阴阳跟善恶都有关系 跟阴阳跟善恶都有关系 跟我们的气清不清净 跟我们的气清净还是浑浊 都有关系 那蒸气清净的话 命就是比较清秀的 那如果蒸气浑浊的话 命就会比较減命 就命会困难 所以知道 要知道我们好命还是不好命 其实跟因果都有关系 跟因果跟因果整个都有关系 那接着呢 像就是那个什么面相 骨骼体格骨相手相 那这一些其实也都跟 雷士的修行有关系 好那这是在讲三一面相符 他们他们术 术在生的时候 没有大道在的时候 会无术成空 那符就是占卜 占卜 就有关于占卜的这些事情 那总而言之就是不管 你要你要这些东西 如果你没有办法了解 大道的时候呢 这一些武术会成空 那讲了半天 可能大家还是有点混 来我们回味一下 上个礼拜 上一集第二集 第二集提到说这个 神仙世界陆地神仙的美男子李玄 他怎么变成李铁拐的故事 那在这个中间 他跟太上老君斗法的时候 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说 因为他骄傲之大 他目中无人 那我们上次有讲到 七宗罪里面的这个傲慢 是包括对上天 对三界高征的不敬 对上天对三界高征的不敬 那因为他对太上李老君 完全是不屑的 而且不敬的 所以后来两个斗法结束的时候 老君提醒他说 已经过了七天之夜了 你的应该你的功力也差不多 就是七天之夜了 你的肉体还留在人间 你赶快下去吧 那要离开钱了 他说等一下我送你四句话 就送了这四句话 金正三向天门开 红楼台亚叼仙胎 混淘抽楼心面 心面目 脱下准备旧行海 什么意思 金中山想天门开 红楼大野条仙胎 混淘抽楼心面目 脱下俊美就行海 关键在哪里 他已经在预告 他说你等一下听到金中山想的时候 这就是上天准备要重新调与你的仙胎 因为你太傲慢 太骄傲自大 太目中无人了 所以你的魂会投在一个又丑又老的乞丐上 你会有另外一个新的面目给你 为什么 因为要脱下你俊美的旧行海 好 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说你看他他是有树的人 对不对 他法力高强 他是陆地神仙 他有树 但是他有没有到 他没有 所以他没有到 他树很高强的时候就很容易走歪了 那这个走歪就有点像孙病旁间里面的旁间 他走歪了 陷害同门师兄弟 那最后自食恶果 同样的意思 这边要强调说武术跟道的问题 三一密相符跟道的问题 没有大道在生的时候 你的术在怎么高强 你有可能还是要经过一个调野的过程 所以红炉大野调仙胎的这个过程 就是太上老君告诉这个骄傲的陆地神仙的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我们的甲体 我们的真我 甲体跟真我 到底我们怎么去看待甲体跟真我 那上回后学说戒甲修真 那这个道跟树的问题 这个道跟树的问题 是要怎么样去区分他 以后我们有空 我们有一集专门来讲 这个道树跟三一密相符 那今天时间不太够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 道是讲功心 大功无事 心正无偏 他能够真修实练的 所以有这一种特质的 他的道自然就在心 他无需外求 当然娘娘传道给你这个很重要 那接着的靠自己的真修实练 那树的人呢 他可能就是骄傲傲慢 他心术不正 他把树拿在放在错的地方 所以心术不正的人 他可能会求快速 求树成求有效 那这一种的其实要非常小心 树的人如果没有道在身的时候 他也许要背别人的因果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大道当作主体 没有万法教主 九天玄母娘娘当作主的话 其实很容易会出问题 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 很多 很多名人术士 他其实会招来一些土木小魂的纠缠 所以这个是后学附带 跟大家提醒的 这个要特别的注意 术跟道的问题 假体跟真我我们一辈子在养的是这个色身 还是要求灵性的清静圆满 清静圆满周全 然后可以回得了家 好接着娘娘就告诉我们说 她刚一直在谈心法 那个心法可以很纯粹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天下逆 原之一道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即使练的法 练的法 其实这个是素而已会有问题 所以娘娘说 心法是什么 心法就是修心练性 修心练性 那娘娘告诉我们说 其实每一个人的佛性都是平等的 所以她分了一个 她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去修心练性 她给我们一个步骤 她说每一个人的佛性都是平等的 那我们原来的心都是清静的 我们原来的心都是清静的 那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先确认 我们原来是清静的 我们每个人的佛性都是平等的 只是因为后天的这些尘埃 习气都是累世慢慢 慢慢累积来的 慢慢累积来的 那我们先确认我们佛性都一样 我们的自信都是清静的 那如果先确认这样子的时候 那怎么样可以让她随时保持在一个 一个还算及格的状态呢 娘娘告诉我们说 要三行无声 好什么意思 所谓的佛性平等自信清静 我们可以想象 来我们想象一下 那个我们如果打鸡蛋的时候 鸡蛋是不是有蛋壳 那这个蛋壳如果我们的尘埃习气 还算还算不多 还不多的时候 它薄薄的就像蛋壳 那我们很努力的每天三行无声 我们自我要求自我锻炼 那因为是蛋壳所以比较容易拙破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们久了 我们都不去做自我反省的动作 我们都不去擦自己的自信的那个灰尘 尘埃 久了之后它就变成像铁蛋一样 那它从内硬到外 那这个时候就很难 很难 很难透过短期的三行无声 可以达到效果 所以为什么六祖坛经会说 时时勤复事 就是因为可以让习染 每天清掉一些 清掉一些 不要累积太多 我们家的水管也是 每天头发抓掉 抓掉一些它就不会堵住 所以第一步娘娘说 先确认佛性平等 自信原来是亲近的 那我们每天做一个三行无声的动作 为了魔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喜乎 就做事忠不忠诚 跟朋友有没有交往 有没有信用 那每天的学习有没有 有没有自我 不只是温习 传不喜乎 每天有没有不断的自己来问自己 说我今天有没有比以前更好 我每天体悟的 有没有更近一层 那这是第一步三行无声 第二步呢 进阶的娘娘告诉我们说 那进阶怎么做 修行恋性的进阶版是叫什么 叫做格物自知 叫做格物自知 叫做名善复出 他说要格物自知 要名善复出 那么他的心就可以朗现 那所学的法就可以误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这里在问大家格物自知 之前后学那一 曼斯摩灵奇秀那一堂 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如何曼斯摩灵奇秀 在强调那个格心物跟智良知 那格心物的问题马上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格物自知在问什么 这边格物自知在问我们 我们敢不敢往内开招 我们敢不敢真实的探究自己的问题 什么意思 格是格什么 格心物嘛 那格心物的意思就说 我敢不敢把我的内心 自信的黑洞打开 我去开招看看我内在的问题是什么 好 比如说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 会有所谓的核磁共振 或是电脑断层 对不对 那这个都是在帮我们搜寻肉体的问题 那我们除了肉体的问题 我们心性的问题是什么呢 心性的问题 心性的问题可能也许比肉体的问题长得更深 更深更远更深层 可是我们一般人就是我们大概都是比较容易是鸵鸟心态的 或者是像是挤牙膏的 我们永远在浅诚的地方绕来绕去 我们永远不敢深入的去看我们的自信 我们得什么 我们的心物里面有什么问题 那革心物跟自良知 那自良知是什么 自良知就说 我们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可贵 是因为我们有良知 我们有良知 我们有灵敏本性 所以我们知道说 人是万物之灵 万物之灵 万物之灵的人呢 周敦宇讲说 为人也得其秀而罪灵 所以人只要守住中正人意 人只要走在正确的巴德的轨道上 那么巴德 走在巴德的轨道上 回不回得了家 回得了 因为回天的一个很关键的选先要件 就是用巴德来选先 就是用巴德来选先 那娘娘说 从三行无声到格物之之 才能够明善付出 你才能够让你的内在 你的原来的那颗本心 拿心来安的那颗本心 非常的朗线 你的法 娘娘所传的法 你才有办法懂 它的真实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这个是娘娘在教弟子的内容 那接着呢 我们就会提到说 那 如果 为什么我们的心会散乱 前面讲到杂气 对不对 那这边会提到说 为什么心会散乱 也说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事 就说 如果他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是昏昧的 我们的贪嗔念起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无灵换散 刚刚提到说像婴儿 是因为他的精气神都很足 他的血气很足 精气神很足 他维持在一个最原初 从天上下来的那个状态 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是昏昧的 我们是贪嗔的 那跟形式走肉没有什么两样 这时候就会 又拉到天地人的问题了 这时候你就辜负了 你是天地人三才之一 你辜负了你的灵民本性 那后学旁边画一个稻草人 那这个稻草人 其实来我们再来唱一下歌 那个爱拼这爱贏 他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这些民间的那个歌手 创作人其实很厉害 很厉害 他有抓到一个关键的点 叫做什么 他说人如果每天 没有任何的希望 失智没有希望 一时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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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骗也没关系 不用担心 也不要害怕 不可以失去希望 你如果每天水忙忙 每天喝酒 喝酒 每天睡忙忙 那没魂有帖 亲像中草人 什么意思 行尸走肉 你跟行尸走肉 有什么两样呢 没什么两样 所以这边就提到说 为什么无法修心恋性 因为心昏昧 因为贪嗔念头会起来 因为行尸走肉 所以如果是在这种亲像 没魂有帖 亲像中草人的情况 你不可能三省无身 你不可能隔物置之 隔心物 然后治良知 你不可能可以明善付出 因为就是个稻草人 那其实很感慨的就是说 或许常有一个很感慨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 众生常常掉在无理无中 那常常在寻觅生死的出路 到底出路在哪里 你常掉在无理雾中 可是你又在无理雾中找说 那个雾茫茫的大雾弥漫之下 到底那个路在哪里 那其实或许常很感慨的就说 心理学上有在做那个老鼠的实验 那个老鼠迷宫的实验 就是你常会觉得说 众生真的很像 很像是在走迷宫的老鼠 绕来绕去 在那个迷宫里面走来走去 最后又回到原点 意思是说 这个老鼠在迷宫走路 常常又回到原点的这一个状况 很像我们心念的轮回 我们心念常常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会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那绕来绕去 上次后学讲到说 那个偏执的执的人 他很喜欢土蜘蛛丝 他缠土丝 作茧制服 他还要像蜘蛛土丝一样 去纠缠别人 那上次寄活恩师说 这种就是执念很深 他很悬念 很悬念他很顾我 然后他这种人其实很辛苦 蜘蛛土丝 他其实拼命折磨自己 那有一种人 其实或许常觉得 很希望能够拉他们一把 就是有一种人 他喜欢拼命折磨自己 然后甚至什么诅咒的话 都讲出来 我到时都不会原谅你 那这种人 这种人不原谅别人 这种诅咒的话都出来了 不原谅别人 他当然就不会饶恕自己 不要忘了 我们上次说 子叫做什么 叫做轮回之根 轮回之根 当你越称恨 诅咒的说 我到时都不会原谅你的时候 那么你们两个 你们就注定 下一辈子继续纠缠 这个律者如果你懂了 你就一定会原谅别人就是饶恕自己 你一定会让自己心量尽量的宽宽宽宽宽 我问你 难道你会因为别人欠你 一百万 五十万 然后你就说不行 我一定要追到然后下辈子再来 下辈子再来 你们再继续去纠缠 如果是我的话 我说算了 我不要了 因为我要回家 好 那这是每一个人的了解这个律者 了解这个律者之后 你就会让自己很宽很宽很宽 绝对不会落入那个偏直的词 然后又掉入轮回之根 你一定要记住 原谅别人就是饶恕自己 绝对不要像老鼠走迷宫一样 一直在那个轮回里面绕来绕去 最后又回到原点 真的很可惜 那我们周遭的朋友看一看 有太多这样的人 真的太可惜了 那接着就提到说 娘娘提醒我们 娘娘提醒我们 既然已经遇到大道了 既然已经遇到大道了 那如果你不珍惜的话 你不惜缘惜道 那么道是道 你是你 这两个人不会 不会不会连接在 这两这两件事情 不会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道是道你是你 无常一致 轮回无期 照英国律者走啊 照英国律者走啊 所以我们再回到 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李玄跟李铁官 他因为无法接受太上 你看他有没有因缘遇到了 他遇到了 太上老君叫他去 宏来仙岛 好好的去开荒 好好的去找一条解脱跟求大道的路 他因为骄傲 因为骄傲惯羊 因为目中无人 所以他就去挑战太上老君 最后逼到只得放下俊美的行骸 然后接受红颅的调野 接受那个红颅的调野 接受那个锻炼 把他的那个所有的坏的东西都都拿掉之后 他最后只好乖乖的接受命运的安排 这怪虎楼是无奈 拜呀拜呀最后来 你看他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多么大的代价 最后还是要怎样 擦干眼泪 还是要擦干眼泪 走上他生命里面该走的路 走上他要寻解脱跟求大道的人生 那反观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有姻缘遇到道了 那也有娘娘在调教 三界高僧在调教 那我们能不能了解这个大道的珍贵 文以善者全权福音 那娘娘很感慨的说 多数人 多数他这么多的弟子 多数人都半途而废 多数人都半途而废 要持衡守志的 有心持衡者 实在很少很少很少 那这种心念静静退退 像老鼠在走迷宫的这些人 半途而废的这些人 娘娘说 其实你们的心性火候 都已经跟俗人没什么两样了 心性火候已降成俗 那娘娘还是不放弃 因为她说要修行恋性 她还是不放弃 她说那你们可以怎么样 怎么样把自己在 从俗里面再慢慢的转回来呢 再慢慢的圣凡 从凡里面再慢慢 再慢慢超凡入圣了 她说可以慢慢的体悟经典 可以随时反观制造 刚刚不是提到三行无生吗 随时去肉还真 把不好的习气每天时时情服事 三行无生 随时格物自知 格心物自良知 这样子才可以回复到原来的散出的那个复明 跟散出的那个部分 所以娘娘讲得很清楚 就说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无稽之谈 有心持恒好好修的人 你一定会树跟道会产生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连结 那关键是你的心性要到一个火候 你要有心持恒 你要珍惜这个缘 习缘要习到 好那不能够半途而废 接着这边就提到说 娘娘讲说那解方是什么 现在的现在这么的这么的辛苦 全球这么的紊乱 全部陷在这个瘟疫的延烧里面这么的紊乱 娘娘说解方是什么 只有人心知道忏悔 人心只有人心知道忏悔 天心才可以挽回 只有人心知道忏悔 修身人心若知悔 修身守已的 人心如果知道忏悔了 那么他会以修德为主 他的修身会以修德为主 那他的守道呢 娘娘就讲了 因为今天这篇比较难 娘娘就讲说 道之欲守 身则得因显道光 也就是你的道都是守住的 你的道都是守住的 持恒守住 持恒守依 自成 主进来守依 那么你的身就会有德在 有德呢 你的道光就会出来 你的道光就会出来 所以娘娘说 金刚正气可以底协分 金刚正气可以底协分 那刚刚前面不是也提到说 那个德光吗 那个自信的光 自信的光可以让 温神退避闪色 所以都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没关系 我们是人 我们会有错误 我们错了没关系 我们就调整 我们错了 我们就调整 那遇到了 遇到了天地的奥妙 鬼神的奥妙 不是人的智慧 可以去了解的 也就是说 谦卑 要非常的谦卑 非常的知道说 人在天地之间的那个渺小 所以为什么有讲 渺沧海之一树 因为人确实就是 从老天的角度来看 人真的都是以民 都是沧海之一树 是人自己 从自己的角度来看 觉得我很了不起 从老天 从天地奥妙来看 人真的很小 人真的很小 所以娘娘这里特别强调说 天地的奥妙 鬼神的奥妙 不是人的智慧 可以知道的 可以预测的 人没有办法去猜到那么多 那这时候 你只有这样谦卑 你才知道说要敬天 你才相信有神 你才愿意反省 愿意自己忏悔 那这个东西都有做到的话 人才 人 人的忏悔 可以让人的 自己有德光 然后自己身上有德光 才可以有道光 那这一些金光 金刚正气 才能够抵外在的协分 那这个是娘娘非常非常清楚地交代我们的 要敬天要礼神 要自行 要忏悔 好 这是解放 那接着呢 我们今天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我们就特别来提到说 你记得吗 我们第一篇是南平道气古佛恩师的短文 第二篇是南天文恒圣地观恩师 那我们今天的第三集呢 是九天玄母娘娘恩师 那这三位恩师就是我们在轮堂里面 他们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三位恩师 那或许第一集到第三集 把这三位恩师一次都分三集介绍完了 那你知道吗 基佛恩师有一次的短文提到说 他说先佛也要打团队战 众先政都要打团队战 因为他们比我们先 比我们人类还知道说团队分工的重要 所以他就讲到说 观恩师专门度那个综艺之士 那娘娘度谁呢 娘娘度他的凤凰图 所以我们才有那个小小凤儿要回家 对不对 小小图儿要回家 小小凤儿要回家 那基佛呢 游戏人间 随缘点化 随度有缘 那先佛打团体战 一体同心 所以他们都透过福轮 透过祭祀 透过福轮祭祀目标是什么 神道社教目标是什么 神道传教软理训盟 目标是要度有缘的 缘领佛胎上连传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先佛的一个指引 我们把我们的GPS定位好 我们才知道回家的路 才不会迷航 如果迷航了 迷途了就不知返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迷途羔羊 为什么会说迷途羔羊 迷途羔羔羊要回家呀 所以福轮是神人化性 神人化性天人共伴的一个殊胜大事 我们看右边上次不是有跟大家介绍那个卵笔吗 那其实清卵恩主就是后学找到那个图片了 他就是一个天上人间的一个传信的一个使者 他就像你看那个卵笔是不是跟他长得很像 我们清卵恩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福轮是三宝祖师特别来告诉我们 说神道传教训卵理训盟 我心如果有道的话气节不空 我心无道的话大祸凌空 其实关键在于现在我们遇到这么多的灾结 毅力 瘟疫 心有没有道 心有没有道 会让你安不安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提到有道跟没有道的差别 还有神人化性八德同工 白话来说就是说 福轮是一个神人化性天人共伴的大事 他要打开世人千古以来的迷蒙 迷昧 因为迷昧了迷蒙了 已经在红尘滚太久了 你已经不知道园林本性从哪里来 跟你已经不知道园林本性本来就是应该是清净无染的这个事实 都觉得我的贪嗔之脉以那个叫正常 其实园林没有园林是很清净的 不应该有这一些斩酌的 所以为什么讲神人化性八德通工 八德是我们可以回家的质量 因为我们下来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八宝锦囊 就是八德 我们都有一个八宝锦囊踹在怀中 那要怎么回去呢 回去就是通关密码 就是八德锦囊再带回去 一件都不能少 所以如道应世天运垂向 再谈如中应运如门当令 这是末后这一期的 这是末后这一期的天运气数 那所谓的八德通工人伦八德 不就是呼应第二级观世体的那个天开日月跟人伦其修的主张吗 所以谈来谈去 先生们透过福兰祭祀打团体战 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已经轮回很久了 迷昧很久的园林 其实都已经不太完整了 因为每轮回一次越轮回越堕落 每轮回就打一次折 每轮回就打一次折 所以其实都已经不是本来的面目了 他在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回去 心里要有道 要记住娘娘讲的心法叫做修心恋性 要专气自柔 要修心恋性 专气自柔 心里有道 那个人生的路就会不一样 要回家就会比较顺畅 因为我们守住我们的八德 八德的八宝尽然不要忘记 接着呢 我马上就端午节了 大家会想到说天哪 有谁会想到今年的端午节 竟然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跟家人团聚 没有办法在宫里接阴阳水 然后关在家里 那关在家里 后学提醒大家 关在家里也要自己取那个五十水 五十水阴阳水来喝 因为娘娘有特别指示端午节的时候呢 喝那个阴阳水可以去意除血转化乾坤 所以娘娘有特别指示 那当然前提是你要正心正身 你要正心正身 那天地大宇宙 人的身体是小宇宙 那正心正身跟天地的阴阳 一起循环 那要心平气和 所以这边这张图 很多师兄师姐都知道 这个是在我们农民历里面 有这一张图 就是这个阴阳水 94年8月初一的时候 放在那个桌上的阴阳水 忽然左边是正常的 整罐都是水 右边那一罐呢 上半瓶是常温 下半瓶忽然就变成这样了 就很冰凉 然后冒出来的水珠都看得见 那这是娘娘让大家知道 说那个阴阳水 娘娘显大显神通 印证一次 印证一次给大家看 那这里特别 我们的修院杂志里面 都有讲到说 在喝阴阳水的时候 心平气和的 前送娘娘 九天玄母娘娘 圣玉给的神咒 先天气凌日月合金 阴阳同气降临无声 引之者全 五脏合调 精气神阴 无奉九天玄母 次令行化 非常 非常虔诚的 送下来之后 送完之后 再喝那杯水 那会能够治 比较轻的疾病 那娘娘也讲了 就是反正端午节的时候 引端午节的时候 引那个泉水 可以去意除血 前提是你要正心 正心正神正念 那后学在这边 再次呼吁大家 千万一定要坐得住 端午节一定要坐得住 不要到处跑 也就二十几天的时间而已 不要到处跑 一定要端坐家中 那你说 我心念上 怎么自我提醒呢 你可以把它当作 我是在闭关修行 我在自我关照我的内心 我在检视洗涤 我的尘埃 我有多少尘埃 是像蛋壳一样 可以扣扣扣扣扣 就可以破掉的 还是我已经 有些很硬的东西 已经像铁蛋了 其实铁蛋还不严重 我还遇过那种像石头的 整颗石头 真的是完全都不知道 从哪里敲的 那我们把它当作 在闭关在修行 在自我关照我们的内心 那不要 拜托 就是不要移动 因为保护自己 就是保护别人 那我们尽量减少医疗人员的 检疫人员的负担 千万要坐得住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来看看 很好的收拾 心情跟检视自我的一个机会 接着呢 今天是110年6月8号 辛丑年4月28 那或许这几集呢 都有特别挑日子 我们今天来 酒店选拨护导 我今天来录第三集 端音天机灵奇秀的影片 那今天的皇帝是 记载是麒麟日 那我们都知道麒麟是圣兽 是人兽 她的性情非常的温和 她也不会伤人处 连花草她都不见她的 所以麒麟是一个君子的象征 那九天宣母护导会呢 希望世人都能够存着人心 养人德 都能存人心养人德 建构大家都可以人伦奇秀的 幸福家庭 那修己 其家 而且能治人 能利人 修己 其家 而且能利人 那才有办法再进一步 其家之国平天下 所以一定是从修己开始的 革物自知 诚意正心 修身 其家 治国平天下 所以九天宣母护导会希望 大家都是君子 大家都是君子 可以存人心 养人德 那建构一个人伦奇修的 幸福家庭 那今天新丑年4月28日 也是神龙大帝的圣诞千秋 那我们知道神龙大帝常摆草 那中医的疗法 最近也有很多人说 其实是对于目前的这个疫情 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也潜心的祈求神龙大帝 可以帮我们调制我们的瘟疫 那也医治人心 那保佑大帝都平安 人命有救 那更重要的是 世人要自救 世人要从这一场瘟疫的浩劫中 学习非常细腻 非常体贴的 而且是能够看懂天地的无言教化 从这里来学这个功课 这里来学这个功课 那即使万一有不小心有确诊的 也希望能够治好 那祈求上天再给一次生机 重新活过一次崭新的人生 因为烈火一勺灰风秒空 一口气不上来 这条命就没了 这条命就没了 所以有时候后学常在想 只有走过灾难 经过灾难 让灾难狠狠地从身上踏过去的人 你好像才会记得深刻一点 因为世人 如果前面说的 世人都是健忘的 那后学看到很多朋友们 他们就是每天匆匆忙忙 东奔西跑 好像日子过得很充实 一天过了又一天 可是他的身心其实是漂流 而且不安宁的 他真正你知道吗 后学常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样 每天很热闹 奔来奔去 然后身心都漂流不安的人 他如果真的有一天 他被逼到要停在某个孤岛的时候 他会完全失去那个活动力 你知道吗 所以后学就想到一个问题 来问大家 那个鲁宾漂流记 我们从小就读的鲁宾漂流记 他为什么会被我们记住呢 因为 后来我得到一个答案 很有趣 因为鲁宾有能耐 在孤岛上活下来 所以他才会被人记住 因为他有那个能耐 在孤岛上活下来 所以他才会被人家记住 所以请各位有缘善性 跟后学一起来想象 想象自己就在一座孤岛上 那在这个孤岛上 除了我们生理的需求 跟照顾以外 吃啊喝啊睡啊 这个生理的照顾以外 我们是不是要有很强的 求生的意志力 而且要怎么样有品质的 找到生命的价值 找到值得我们努力 投入的那种 利乐人群的志业跟道业 一生玄命 一生玄命 舍我其谁 义无反顾的可以走下去 我们怎么样在孤岛上 除了生理的需求跟照顾以外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里面 是非常有品质的 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可以帮助别人 可以利乐人群的这种 志业跟道业 一生玄命 如果我们找得到这样的事情 努力做的话 其实那个整个 整个这一辈子来 不会白来 而且你真的可以 其实你要有我的体会 后学的体会 你要能够洗涤自己 让自己很拙的 很硬的东西 很拙的东西拿掉 其实最关键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想到别人 公心为别人 这样你才有办法慢慢的剥落自己的息染 剥落自己的外层 那如果还是停留在很自私的 只有我的家人 我自己 那这种人 他大概还是会一直在 停留在那个痛苦里面 在那个谈诚词里面 所以 所以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九天宣布护道会 如中正道编辑委员会 修缘杂志社 我们很努力的 气化了这个 软音天机灵奇秀的 线上读书会的 这个 这个影片录制的 这个 这个在疫情里面 可以让大家有更多体悟的 机会的一个 一个活动 那这一系列 我们非常努力的参悟 非常努力的录制 那不定期的推出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办了两次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天下午 三点钟到五点钟 我们会针对我们 解联训的影片 有两小时在 LINE群组上面的 影音通话的读书会 那如果有意愿的人呢 请高知后学 后学邀请您加入 那也欢迎您听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感觉 你可以分享给你的 亲人好朋友 这是走出孤岛的第一步 这是走出孤岛的第一步 可以让三界高真的 阮阴恒久远 聚聚永流传 那或许今天很努力的 跟大家分享 因为今天这一篇 是娘娘在教她的徒儿 有一些心法的东西 有一些三一秘乡谱的东西 所以比较难解释 那因为要 或许还是觉得 需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为什么 因为万法教主要 三一秘乡谱的祖师爷 他要传到给有缘大众 所以还是有需要先 介绍一下这一篇 那最后特别感谢 我们九天选母护道会 跟如中正道编辑委员会 还有修院杂志社 那我们今天等于 已经录完第三集的影音版了 修院杂志的 联讯的第三集的影音版了 还有报案科技 顾沛有限公司 报案中生学习中心 非常慷慨地认识 支持我们影片的录制 另外有用到印度 跟台湾的疫情的照片 那我们都是教育学习使用的 很感谢这些路透社 还有台湾的报纸 媒体的一个提供 那当然也要特别感谢 用心关照 勤勉精进学修悟心的你 那如果今天这一集 让你有体会 请你分享给有缘人 那祝福大家 一定要祥和安康 那端午节一定要守住 要端住 要端坐在家里 不要移动 那我们祈祷这个疫情 可以赶快地过去 那我们都从里面 体悟到一些上天 要给我们的功课跟道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灾难 刚刚有讲到祸福相宜 灾难也许不是灾难 因为这个过程 让我们重新对生命 有另外一番的角度的思考 金银富贵 这些都是一瞬间的 当它没有了之后 命没有了之后 一口气上不来 其实这些都是浮云 都是浮云 那我们真正的是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离开肉体之后 我们要到哪里去 我们可没有像李璇 有那样的运气 虽然大家很同情 他变成一个老乞丐 但是至少他还有一个肉体 可以让他活着 可以让他借假修真 可以让他彻底地 改掉以前的骄傲 目中无人 让他重新后半生 换着另外一个肉体 另外一个心情 抱着忏悔的心情 精进的心去追寻大道 追寻他的解脱之道 那这是后学的感想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你会喜欢 那记住端午节不要乱移动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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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